我們來看是這個土耳其的總統 代算 想要連任的愛爾多安 一四十九點四九趴 的投票率來領先 他剛才有四十四點七九趴 這個部分 但是兩邊其實都沒有超過五成 多個兩禮拜後 可能要進行第二輪的投票 這段是土耳其建國百年 第一次 統一期 十四季性的總統和國會代算 海國三民再來 都總有六千四百多萬人 有主計投票 現在的投票率達到八十九趴 晚上的電視價票一開始 請求連任的愛爾多安票數領先 但是時間拿來 愛爾多安的優勢一直下酒 統一期 最高選議委員會 經紀開出的九十一點九十三趴的 總統代算選票 說愛爾多安以四十九點四九趴 投票率 領先對出 只得到歐洲的四十四點七九趴 如果我們有一個百分之一 我們 從一百分之一 我們 只得到一百分之一 我們 必須要斷 我們 必須要斷 韩队世来来的主要政党集中会力 广东推出的总统赫兰林基里大欧鲁 三后第一次出来面对没提醒 击控阿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 透过韩国的挑战计票机构 作成到开票所的原地 又控制阿尔多安的票不超过五十 另外第三位总统候选人欧鲁 选票率的有十五点三趴 他的自治者在第二轮冠选中会 逗用逗一批 将军会加做 英雄总统大会的冠言因素 哪个总统台选的不平 总台 国会台选的设处分布 点斗是很清楚 国际媒体的消息集出 近期已经开出的九十六算票 政议发展党得到两百六十七色 比三千六二十八色 但是如果加上加其他三的政党结明 会等到加上五十六色 提到三百六十三色将国会规范的设处 另外这位作成五百多人希望的大提党 对这政党在在区的自治度 更有影响 由票数来看 在压定义 只在在区两个省领先 其他九个省也是政议发展党领先 公司新闻 欧飞文宾